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土地是不一样的 所以城里面的房屋 如果你卖给人家了 一年以内你不把它这个买赎回来 那就永远归给那个买家 到了西年来到 这个房子仍然不会回到你这里 因为它是房子 它不是土地 三十一节 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 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 可以赎回 到了西年都要出埋族的手 但是如果是在田间的田地 上面所盖的这个房屋 那这个因为跟土地的关系 就很亲近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要看得成跟土地一样 是可以赎回的 在西年也要 没有任何条件的 要重新归回原主 三十二节 然而立位人所得为业的诚意 其中的房屋 立位人可以随时赎回 若是一个立位人 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 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 到了西年 就要出埋族的手 因为立位人 诚意的房屋 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这边谈到的是一个例外 就是神特别来怜悯 纪念立位人 立位人如果他也把 这个城里面的房屋 卖给一个人 那他如果不在一年以内赎回的话 到了西年一到 这个房子自动又归还给这个立位人 为什么呢 因为立位人他们这个支派 他们不像其他的支派有分到土地 他们只分到了四十八座城 以及这个城的郊野 所以呢 神就特别眷顾他们 立位人的房子 如果在城里面的 西年的时候 自动会归回立位人 这是对于那些没有土地 没有分到土地的立位支派的人的 特别的恩典跟照顾 三十四节 只是他们各层郊野之地 不可卖 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所以上帝特别吩咐立位支派的人 你们在四十八座立位人的城 的附近的郊野的这个土地 是连卖都不可以卖的 所以别人也不可以去买它 因为这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如果他连这个都卖掉 立位人就没有办法生活了 那就不能专心来服侍神 三十五节要讲到一些穷乏人 那他们怎么办呢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 弟兄是以色列同胞 你的以色列同胞在你那里 如果渐渐贫穷 手中缺乏 你就要主动来帮补他 要来帮助他 要使他与你同住 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 你就要让他能够活得下去 主动帮助他 让他与你同住 然后呢 不可向他取利 也不可向他多要 只要敬畏你的神 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 你帮助他呢 不可以跟他 这个借此跟他取利 那你要敬畏神 你只有敬畏神 你才会不会去欺负 落魄的弟兄 历维基里面让我们看见 所有你之所以能够 不伤害人 不欺负人 不损害别人权益 这个都是因为你敬畏神 你如果不敬畏神 你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如果敬畏神 你才会懂得去尊重别人 跟疼惜别人 因为神也是这样子 疼惜这些曾经当过奴隶的 以色列人 所以呢他说 37节你借钱给他 不可向他取利 借了粮给他 也不可向他多要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再次提醒 你们要敬畏我 曾经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 你们在埃及是当奴隶的 那时候是怎么样拯救你们 使你们得自由 你要记得 为的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 要做你们的神 使你们得地为业 所以你们有落魄的弟兄 你们不可以就是趁机跟他取利 你帮助他就是甘心乐意帮助他 那你不可以就是趁机要挟制他 不要忘记你以前也是当过奴隶的 而我怎么恩待你们 使你们得自由 你们不可以就是反过来欺负你们的弟兄 3月9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 穷到一个地步将自己卖给你 想要来做你的奴隶 可以吗 可以接受 但是呢不可叫他像奴仆那样来服事 因为他是你的同胞 以色列同胞 你要他要在你那里 不像奴仆 要像一个故宫人和寄居的一样 要服事你直到西年 到了西年 他和他的儿女就要离开你 一同出去归回本家 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西年一到这些穷人 穷的同胞 他为什么会来你家里成为你的故宫人 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土地卖掉 所以他没办法去进行这些农作 他就没有饭可以吃 所以他只好落魄到 好像把自己卖给你做奴仆一样 可是他是你的同胞 所以你不可以把他看作是奴隶 你要把他看作是故宫人 那到了西年 他的土地就还给他了 那时候你就要释放他的自由 让他带着他跟他的儿女 回到他原本的土地里面去 他就有地了 他就可以耕种了 他就可以过生活了 他就不需要再把自己 卖为这个奴仆给你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抱歉 以色列人 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的仆人 所以既然是耶和华的仆人 就不能做你的仆人 这是上帝 他说因为 这个你们整个民族都是我的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你们原本在埃及是做别人的努力 是我帮你们救出来 说我是你们真正新的主人 不可他们就不可卖为奴仆 不可把自己卖给同胞 做同胞的奴仆 上帝不允许 不可奄奄地管辖他们 不可以像对待奴隶一样 奄奄地管辖他们 要把他当作故宫人一样 来恩待他 只要敬畏你的神 一样 你不敬畏神 你就不会去尊重人 不会尊重你落魄的同胞 四十四节 至于你的奴仆婢女 那从哪边产生呢 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过来 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和他们这些外人的家属 在你们地上所生的这些外人 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来 然后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那他们才是你们真正的奴仆 就是外人 你不可以叫你的本国弟兄 做你的奴仆 你需要奴仆 要买奴仆来做你的产业 那就买外人 四十六节 你们要将他们 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 因为以前的奴仆 就被看为是产业 那你们可以让你们的儿女来继承 要永远从他们中间选出奴仆 你要找奴仆就从外人当中 或是奴仆当中去找奴仆 你不可以从你的弟兄里面 去找奴仆 所以呢 只是你们的弟兄 以色列人 你们不可严严地管辖他们 就算他落魄来投靠你 想要把他自己卖给你做奴仆 好换得可以糊口的这些饮食 你也不可以真的把他当奴仆 你要把他当做故宫人 四十七节 住在你那里的外人 或是寄居的 那他们如果 如果渐渐富足了 以至于你的弟兄 却渐渐穷乏了 把自己卖给外人 或是寄居的 或是外人的宗族 现在讲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 在我们当中的外人 或是外邦人 他们有钱了 而我们以色列本国的弟兄 穷乏了 那以色列本国弟兄 就把自己卖给外邦人 去做他们的奴仆 那有这种情形发生了 四十八节 卖了以后 你们就可以将他赎回来 这就是致敬的亲属 当尽的责任 致敬的亲属 要赎回我们的亲属 不论他所卖出的土地 我们想办法帮他赎回来 让他可以继续靠着自己的土地 来谋生 耕种 那如果我们的弟兄 穷到一个地步 土地也卖掉了 最后还把自己也卖了 去做外邦人的奴仆 我们也要把他赎回来 这叫致敬的亲属 亲属那个字的原文 就是赎回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 跟我们关系非常亲近的 的这个人 或是一些关系很亲近的人 他有一种责任 需要帮我们赎回上帝 给我们的产业 或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自由 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见 这位全人类真正自亲的亲属 自敬的亲属 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都 招踏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招踏了神给我们的人生 而耶稣基督 替我们付了完全的代价 就是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帮我们赎回了我们的生命 赎回了我们的人生 不然原本该死的 原本卖给罪 是我自己 我是罪的奴仆 但是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还清了罪债 使我们重新得着自由 所以这个25章在讲这个西年 其实我们很多看见 他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看见这个西年意涵的实现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48节 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 无论是他的弟兄 或是伯淑 伯淑的儿子 这边讲至今的亲属的 这个排列顺序 首先呢 把自己卖给外邦人 做奴仆的那个人 先从他自己的兄弟之间 看有没有人有能力 把他赎回 如果没有能力 就看伯伯叔叔有没有 伯伯叔叔有没有能力 就看伯伯叔叔的儿子 有没有能力 可以把他赎回 如果伯伯叔叔的儿子 也没有能力 就要看本家的 尽知 就是我们这个本家族的旁边的亲属 这让我们想要路德纪 路德纪其实原本 波阿斯 不是这个拿尔米他们家 致敬亲属排行第一的 是还有另外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不愿意 为拿尔米他们 买赎回来 他们失去的产业跟土地 所以呢 才会轮到排行第二的波阿斯 去为他们赎回 而成为他们的 至今的亲属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自己呢 如果靠自己 渐渐的富足 那这个把自己 卖给外邦人 做奴仆的 以色列人 也可以把自己 买赎回来 那他呢 就要和买赎来计算 从卖自己的那一年开始算 一直算到西年 所卖的价值 按着年数多少 好像工人 每年的工价 若缺少的年数多 就按着年数 要多给人 那从买卖的 这个价中 这个买价中 偿还他的暑假 若到西年 只缺少几年 就要按着年数 和买主计算 偿还他的暑假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把自己卖为奴仆的 以色列人 他现在要为自己赎生 就要看 我离那个西年 还有几年 离西年还很多年 那我要付给 付出来的赎金 就要比较多 离西年的年数比较少 那我要付给 这个付出来的赎金 就比较少 符合这个每一年 雇工人的工资 来计算 五十三节 他和买主同住 要向每年雇的工人 买主不可 严严地管辖他 也就是说 在迦南 迦南地 就是以后你们要得地 唯一的地方 即便有以色列人 在迦南地上 把自己卖给外邦人 做奴仆 那那个外邦人的主人 也不可以 像对待奴隶一样 来对待你的 以色列同胞 反而是要带他 像雇工的工人一样 因为这样是在上帝 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盘上面 五十四节 他若不这样被赎 就是 也没有人赎他 他自己也赎不了自己 那就要等到西年来到 到了西年 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 为什么 因为到那一年 土地要还给他了 他就可以靠土地来生活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经文再次提醒说 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属于我的 是我耶和华的财产 是我耶和华的仆人 因为你们原本是 埃及人的奴仆 我把你们救出来 我成为你们真正的主 那所以你们 弟兄们之间 不可以欺负落魄的弟兄 让他做你的奴仆 做你的奴隶 那你们要敬畏我 你们才懂得尊重人 这个今天的经文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有时候我们看见 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对待 有时候 有时候没有什么好见证 对那个不信主的同事同学 还要狠 这个就完全违背了 这个立位记这边的提醒 他是你们的同胞 是你的骨肉 你应该要特别的恩待怜悯他 因为神恩待你 你原本是在埃及做努力的 你原本是当灭亡的罪人 但是神为你付的赎价 耶稣基督替你 死在十字架上 你才能够拥有这一切 所以你当要像神一样 的那一种爱心 还有那一种的慈爱 信实 来帮助怜悯陪伴那些 落魄 或是身心灵比较软弱的人 你要恩待他们 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主你总是眷顾那些软弱的 有需要的 贫乏没有力量的人 不论是身心灵 哪一个方面的软弱 贫乏 主你都提醒我们 特别要照顾他们 主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 富足刚强 都是你所赏赐的 都是主耶稣 你这位致敬的亲属 把我们买赎回来的 我们有什么好夸口的 我们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 愿我们成为你恩典跟祝福的管道 让我们成为周遭人的祝福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